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说到居静一,相信不少的网友都很熟悉了吧 在舞蹈的方面,居静一是非常有天赋的 很多看过居静一舞蹈的网友都被他吸引了 我们都知道,在居静一的身上是存在一个标签的 那就是《四千年美女》这个标签 而这个标签的存在也让居静一带来了很多的压力 在最近,居静一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国风美少年》 在节目中,居静一古风的装扮也是非常的吸引人的 不过,居静一有时候的一些表现也是让人不满的 而在最近一期的节目中,居静一直言说自己活得太累了 这让很多的网友都感到心疼 他表示,当自己在现场的时候是很矛盾的 害怕自己做到不公平 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应不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 所以居静一觉得自己是活得非常的累的 提及这个原因也是伤心落泪 不少的粉丝在看到之后应该都是非常的心疼吧 想哭的同时还要保持着微笑 不得不说这种压力真的是让人受不了呢 不少网友在了解了这件事情后 也纷纷直言不要哭,站起来录给你抱抱 人生路上总会遇到很多让人无奈的事情 作为居静一的粉丝 我们也只能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支持他 对此,诸位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